新内阁人士当中 律师顾立雄接金管会 让各界最好奇甚至也有批评的声音 这个人是安排适当吗 相较于以往财经界出身的金管会主委 律师顾立雄可以创出什么样的新局呢 这些新闻话题 连线的是常年研究大型金融弊案的 台大法律系教授陈志龙老师来问我们分析 陈教授您好 大家好 法律出身的顾立雄接金管会 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赞成的有反对的 那么行政院也做了一些回应和说明 那以您个人研究这个常年的大型金融弊案 而且您也是法律系出身 您的立场觉得它适合接金管会吗 现在金管会的这个主委或委员 他是没有说 最主要他不应该是财经帮 这个是消极条件 因为他是一个白血球的机人 所以其实以前很多金管会的人 他们都是出自财经帮的 所以我们应该只要做排除条件就可以 那至于他适不适合现在 因为他刚才上任了 所以其实法律或者是经济背景的都可以 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因为您常年都在研究大型的金融弊案 想必对环境会产生这些大型金融弊案 一定也有相当的了解 能不能谈谈就您所了解的金融界 他们人脉关系现在是如何可能影响到 弊案的结构呢 现在台湾非常严重的 就是金融弊案越来越大 然后都没有进入到司法检查单位 因为他们做一个住会的一个检察官 然后排除其他的检察官的介入 所以这个是台湾很遏制的一个方法 所以跟别的国家的金融单位完全不一样 他就是排除就设立一个住金管会的专人检察官 然后很多案子只有他才能够办 那这个东西就很多东西就会被和谐掉了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 因为我到过德国好几次去看他们的金管会 完全跟台湾不一样 他们真的是把他当一个白血球的机人 又法治的机人 所以我们的金管会常年来都是一个所谓的内部的人的一个功能 这个是导致金融弊案要成这么严重 让钱都不见了 台湾很认真赚很多钱 但是钱都不见了 然后才会导致台湾的22K 还有很多的什么年纪问题等等问题都拿不到钱 是 那所以现在这个律师出身的顾立雄要来接金管会 我想大家是对他有期待的 不过他的个性如何 就您的了解 他好像还蛮直接指导的 这种风格适不适合做主管呢 他我是个人我就认得他 他有他的优点 第一个他就是他很聪明 然后有勇气 然后另外也获得这个小英的信任 但是他也有他的缺点 就是他的这个会有一个比较没有顾及局面 然后但是他也有他的缺点 就是他的哲学观跟宽容的部分 他还是有在加强 其实金管会其实不容易 因为很多人进金管会系统不一样 最后都被整数掉 金管会是一个充满着斗争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看过我那本 《郭涛汹涌台湾法力80年》那本书里头 那完全是人的斗争 在金管会里头特别严厉 刀刀剑骨 因为非常严厉 那我不知道他进去能不能适应那种传统 是 那台大法律系的教授陈志龙老师 其实常年都在研究这种大型的金融弊案 对这个金管会也相当的了解 那如果我们期待这个顾力熊可以在金管会里头 可以有一番作为的话 我想他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帮助 因为他本身是法律出身的 那他可能需要哪一些专业的资源跟人才 您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建言给他呢 他最主要问题台湾一直长年以来都是在做辩证 在洗脑 把人像很多什么法官信念所 司法官协议等等 他们都是在灌输 透过辩证朝向一言化的一个观念 就是变成你的子弟兵 变成黄埔京校 那其实真正的这些国家的公权力机关 他应该要透过对话 透过不同的新观念进来 那才能够导正 那台湾都没有这个观念 台湾都是在培养自己的子弟兵 那你看别的国家的那个养成单位 都是一个找一些完全跟你观念不一样 来刺激你的想法 像我像顾力熊 其实他也是有这种传统的想法 没有这种高格调 能够引进这种对话的观念 那如果他能够引进 他可以抵定台湾的金管会的一个 涉及的白血球的功能 不过我对他这部分呢 只能充满期待 但是我不敢保证 其实从金管会的角度来讲 顾力熊也可能是一个白血球细胞 他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定 因为这必须要隔级够的人才可以 而且他旁边的系统 我知道财经的其实都很无情无义 然后有情有义的很少 但是也是有一些 但是你必须要透过对话 才能够把你的格局打开 是透过对话把格局打开 那我们对顾力熊律师 他接金管会 其实是有些期待 有没有可能说从这个 现在目前台湾的财经的 目前比较急需要改革的 跟比较长远的体制来讲 您的期待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建议 他最主要问题 他是最主要 他们都在做 钞票跟潜力的辩证 然后他没办法进入到 经济人权本体 那如果你能够 进入到经济人权本体 就是金管会的目的呢 就是要维护台湾的 这个整条的经济生命 不能够丧失 维护台湾人民的生命 台湾人民的一些财务 那这步很重要 那这步需要有很高的格局 而且他的观念要正确 那照讲台湾的金管会 跟国外的金管会 差异很大 就是他们都是在 做一个整数 或者是一个包皮的攻击 而没有进入到 维护大家的财产的 一个基本的功能 是 您所提 这个必须要跟国外 学 学很多才对 是 您讲到这个 经济的人权这件事情 其实一般民众 可能不是那么理解 那有没有比较实际的 比如说金管会 可能可以做什么 让经济人权 可以更受关注 这个部分 有没有比较 更具体的一个建议呢 台湾就是故意在搞 因为整个都在洗脑 其实我们练商法 并不是什么银行公司 保险证件交易 不是这个 最主要是一个股混法 那是基本的人钱 那我们这部分 全部都没有交 故意不交的 然后这个导致台湾呢 会变成22K 然后钱整个都不见 然后也都是透过 公寄性的解决 而没有所谓 用人权观念来解决 所以这个辩证法非常严重 它的辩证就是要朝向 变成帝国体制 然后变成老百姓的人钱 都不见了 所以我那本书 集团化公司 自己跟财经犯罪 就在讲这些东西 其实我有很多的书 像财经发展跟财经新华 都在讲这些书 但是他们都故意不看 我有送给他们书 但是最后多 他们都把它丢掉了 都不看 所以这些人 我是觉得这些人 真的是活在这个世间 他没有懂得 世界上其实有先进的 真正的好的东西 他们也不写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实在 虽然官位很大 但是做的事情 做的太少 那我们台湾人民 赚很多的钱 努力的过劳 但是钱都守不住 这个是 这些官员非常可恶 非常谢谢台大法律系的教授 陈志龙 陈老师 为我们来介绍了 这个这一次 顾力熊接金管会之后 我们如果要让我们台湾 这个财经体质 要改善的话 应该要有什么眼光跟格局 非常谢谢陈志龙老师 谢谢您 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改变 在台湾变成一个好的 然后真正的 跟国外一样的进步 谢谢陈老师 谢谢陈老师